第七十四集 任性过后的代价 马家在黑街地界上 尤其是土渣街的区域内 单论影响力和队伍人数 可能要比原家更强一些 但是这次泄斗过后 他们却被搞得一败涂地 为什么呢 因为原华领导的这个利益团队 已经到了可以和上层关系 坐在一个桌上吃饭聊天的层次 而老马则是不行 马家在土渣街上卖药 价格便宜公道 比医院和医药署指定放药场所 价格起码要低百分之七十 所以他们才能在短时间内窜起 在土渣街形成一定的口碑和影响力 而那些吃不起药的老弱病残 饱受环境和灾变影响 而得了重病的穷苦兄弟 心里都念着他们的好 所以才在关键时刻愿意帮忙 可这在政治关系面前却不堪一击 有时候 一万人的心里话 可能都没有一个身居高位之人 在哪个酒桌上随便一句话有分量 警署的无数 只在第二天的闭门会议上说了一句 各职能部门的高层就只能严格贯彻领导意图 开始疯抓昨天晚上其实只是被迫还手的马家团队成员 圆滑公司这边被抓的人虽然全部被扔进了监狱 可那些已经躲掉事的高层 依然能够大摇大摆的出入各种公开场合 但是马家能吗 他们不能 他们在任性过后只能狼狈的出逃 从而躲避迎面而来的打压 仅仅不到十二小时的功夫 马家这边负责走药的高层 就被松江各大区警司扫进去十几个 再加上昨天晚上被现场抓捕的数十人 只一夜之间 他们的团队就被摧枯拉朽的打散了 第二天晚上 马老头就给老猫打了一个电话 话语简洁的说 老猫坐在医院的椅子上语气无奈 你是不能露面了 今天命令刚下来 你是警署点名要当面问讯的人 老李的意思呢 他在这件事上有心无力啊 你们闹得太大了 他也受到了很多负面影响 老猫皱着眉头回应 老马没有絮絮叨叨地继续逼迫老李帮忙 只语气平淡地说道 行 我知道了 这把我认栽了 先这样吧 话音落 二人结束了通话 当天晚上九点 开了一天会的李斯坐在汽车内 面色疲惫地问道 秦宇呢 在医院 去他那里吧 我得跟他聊聊了 医院内 秦宇的麻药劲刚过 整个人看着还比较虚弱 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 长叹气 妈的 杨花还真是会挑软柿子捏 老李他肯定不敢动 整你 又怕会彻底激怒老李 所以 所以就他们把气撒在我身上了 要干死我 老猫很愧疚地看着秦宇 低声回了一句 你怨我 起初我没考虑那么多 就非得让你进来 现在来看 你最开始选择不帮麒麟 其实也是正确的 我身后有老李 他轻易不敢拿我怎么样 可是你 事干都干了 你还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秦宇摸着自己屁股上的纱布 咬牙骂了一声 敢不过 就咱们先防着点吧 没事 这段时间 我们轮班过来看管你 诸伟站在窗口处插了一句 土扎街的事闹这么大 路面上的人都被盯上了 估计他也不敢再下黑手了 谢了 小伟 关琪 你们救了我一命 秦宇由衷地感谢 关琪呲牙摆了摆手 不说这些 你好好养伤就完了 众人正在聊天的时候 病房门被推开 老李迈步走了进来 司长 李斯 众人纷纷起身 敬着李 打着招呼 老李扫视了一眼 众人摆手说道 老猫留下 你们出去转转 我单独说两句话 好 你们聊 诸伟和关琪等人回了一句后 立马就走出了病房 司长 秦宇扶着床铺 就要用一边屁股坐直身体 躺着躺着 老李走到床边 拍了拍秦宇的肩膀 伸手接过老猫搬来的椅子坐下 皱着眉说了一句 形势不太乐观呢 今天挺难过的吧 何止难过呀 昨晚屠杂界啊 抬出来三十多具尸体 数百人受伤 今天电台网台的媒体 跟苍蝇似的堵在警司门口 准备进行后续报道 老猫和秦宇听到这话 心里也都没了底 幸亏是驻军赶到的快 不然事态进一步升级 真闹出数千人的火片 或者上万人的暴动 那我今天肯定下课了 甚至会被检方起诉 追究责任 老李面色疲惫的吸着烟 声音沙哑的继续说 明天我准备去一趟凤北 见一见我曾经的老师 秦宇静静听着没有打断 可老师是老师 关系是关系 想让上面有人帮我说话 来对抗袁华他们 就得有人家能分道的既得利益 老李声音稳健的补充 我拿不拿 拿多少 其实都是小事 主要是怎么能让上面的人相信 这个事件里有利可图 您的意思是 秦宇试探着问道 马家被整完这一下 基本在黑街这边 就没啥还手之力了 可不把他们扶起来 我又怎么能满足 上层的利益诉求啊 让我自己掏银子 我有那个资本吗 所以事情的关键点 还是要在马家这边 老李看着秦宇 只有他们把药县这个活重新拉起来 咱们才能在地面上跟圆滑打打擂台 有了利润 那关系也就自然而然的来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秦宇点头 缓球 我们的刚好 我们的碟打扫台 我们的边缓